中國人現在已經找不到工作了 可是沒有想到呢 中國政府呢 現在對這些人呢 竟然是百般刁難 這也導致中國的這個社會 現在已經扭曲到 這個不只是年輕人已經躺平了 而且還出現了很可怕的熊孩現象 敏寬 我們現在談一件事情 中國現在對於內部的控管 已經是非常緊張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各省各地各企業 都在無所不用其極的 去想出新的一個方法 我們來看到今天喔 今天真的是全世界 大家突然間嚇了一跳 廣東 廣東雖然不是中國最大的省 中國最大的省在山東 但是廣東不得不說在過去 他一直是一個富裕的一個代表 廣東現在為了迎合北京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所謂的氣氛 所以他們最新的一個規定 你應聘公務員喔 好可怕喔 你要交出你的抖音 交出你的微信 交出你微博的一個密碼 為什麼要交出來呢 你在當中過去 你對政府有沒有說了什麼壞話 你當中有什麼樣的一個言論 你對於整個社會的一個 整個思想等等的 要整個審查你的一個言論 天啊 這已經回到明朝了欸 感覺像東廠跟西廠欸 這個是在廣東最新的一個規定喔 我考公務員 我要把我所有手機裡面 電腦裡面所有的秘密 通通給你知道 你要審核看完之後 嗯 這個人三觀正確 沒罵過共產黨才可以用 哇 太誇張了 好 我們來看山東 山東呢最近呢 因為各位都知道現在的失業率非常非常高啊 是 然後呢很多人呢 因為中國的為什麼失業率這麼高 有個很大的原因是在於所謂的無險一金 中國其實是社會主義國家 老人家是正不一樣 所以呢他們的社會保險非常的重 那山東呢有一家公司去壓迫了30多位的員工喔 怎麼做呢 我現在就給你這些薪水 那你的社保呢 公司也不幫你交 然後你要自己簽竊結書 寫承諾書 自願放棄 自願 壓迫自願放棄 沒有錯 他壓迫你自願放棄社保 然後網紅說 哎呀這個是違法的啊 無效啊等等的 但很多員工說 我工作很難找啊 那這份工作現在到底要怎麼辦呢 所以這件事情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持續來看下去 中國呢很難懂 剛才其實很多的來賓都已經說過了 中國的房地產商人 前幾年在囂張的時候 哇各地啊 德國啊 歐洲啊 美國啊 大樓啊什麼的 沿路都去買 後面還是要那個再拖產 對不對 各位還記得嗎 之前中國最紅的企業是什麼你知道嗎 養豬 養豬 為什麼呢 養豬發大財啊 賣一隻賺一隻啊 結果想不到呢 短短幾年當中 就在這三四年當中風水輪流轉了 最近呢 第一個 中國現在禁止豬肉價格漲價 可是我豬農呢 養一隻 每個人都賠 據傳現在賣一隻豬要賠300塊人民幣 那現在陷入了所謂的死陽 死亡 死亡循環 為什麼呢 第一個現在民眾呢 大家都被變相減薪嘛 那變相減薪 我問你沒有錢怎麼辦 省吃減用啊 少吃嘛 所以第一個是消費下降 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 賣豬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為什麼呢 賣豬我會虧嘛 對不對 那不賣呢 不賣豬繼續吃飼料 更虧啊 哇那怎麼辦啊 所以呢 沒有辦法養的好的小賠 那現在呢 養的不好呢 就大賠 租金全部都虧損 那養豬這個問題呢 一時半克還解決不了 總之越養越賠 沒有錯 但現在呢 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 我們現在看 在合肥有一個叫做回籤小區 這個小區 這些人呢 已經整整等了十二年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社區 這個社區還挺大的 然後呢 好不容易蓋好對不對 對不對 好多人呢 都把整個行李弄一弄進去了 結果去之後 欸不對啊 怎麼了 怎麼樓是歪的 變成了真正的歪樓了 而且呢不是一棟喔 很多棟喔 然後他們那些整個住戶 從樓下往上看 就是說 奇怪了 我明明買的是我們 中國的一個房子 我怎麼會買到 義大利的比薩鞋塔 這發生什麼事呢 好多人整整等了十二年 三千多戶喔 等到現在無家可歸 那又起我問你 房子如果本身是歪的 它安全嗎 當然不安全啊 前面那一棟都快貼到 後面那一棟 沒有錯 現在呢 第一個動具 我們去看動具就不對了 然後呢 好多人說奇怪了 怎麼會樓 會蓋成比薩鞋塔呢 這到底在搞什麼事喔 所以現在呢 第一個交房全是歪樓 那到底交還是不交呢 等了十二年了 所以呢 合肥人很多人心 全部都涼了喔 好 談論到這邊呢 一個國家人家說 十年數目百年數人 所以中國一直很強調 三觀三觀 但我發現 他們都是嘴巴講三觀 他們心裡面跟腦子裡面 沒有三觀 他們其實只有兩個字 叫快錢 好 那中國都一胎化 那一胎化完之後呢 各位你去想喔 一個爺爺 一個奶奶 一個外婆 一個外公 加上爸爸加上媽媽 六個人寵一個 這孩子會不會上天 所以上天的小孩 中國有一個特殊的名詞 叫熊孩子 熊孩子 對 熊孩子是什麼呢 就是爸爸媽媽管不了 然後他想幹嘛就幹嘛喔 最近呢 居然有一個王媽媽現場哭出來 發生什麼事呢 他的女兒才13歲喔 然後呢 他的因為手機去中國 現在很多都是都是電子支付嘛 所以你的手機 跟你的整個銀行帳戶是連結的 然後呢 這個13歲的女兒呢 封手遊喔 居然四個月幫他刷掉了台幣 接近兩百萬 好可怕呀 然後呢 這個一胎化的熊孩子 現在各地出沒 然後呢 他突然間回頭一看呢 怎麼會我戶頭裡面的197萬花道 只剩台幣兩塊 197萬剩兩塊 真的是當場哭出來你知道嗎 現在該怎麼辦呢 不能夠怎麼辦 你只能夠吐血啊 然後據傳呢 有些呢是同學啊 跟他借錢 他就說你怎麼戶頭錢這麼多 然後就跟他借對不對 他覺得很煩 他就借人家 現在有些同學說 爸爸媽媽說好 我願意還錢 可是買手遊的還不了了 這個王媽媽現在還在哭 好我們來看喔 中國呢 剛才我們不是前面有說嗎 就說 哎呀 那個整個阿根廷拿到了足球 對不對 然後呢 中國足協抓了一個吹頭髮的人 各位你知道那個吹頭髮人是誰嗎 中國足球教練李鐵 貪污被抓 貪污被抓 好 那中國很封足球嘛 對不對 但中國封足球 不能封到這個地步啊 熊孩子各位我們去看喔 他進店要去買水 對不對 這個熊孩子 可惡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居然出腳 居然出腳 旁邊有個小女嬰才十一個月 各位就這樣踢他喔 然後踢他完 你知道他爸爸媽媽 第一件事情怎麼做你知道嗎 哎呦 他怎麼踢下去了 抓著小孩快跑啊 然後快跑完之後呢 所有的人看錄影帶啊什麼的 是不是都看到了對不對 對 看到了之後呢就要求說 這個家長跟這個小孩 給人家一個交代喔 你知道這個家長跟這個小孩 說什麼你知道嗎 好壞啊 他說我不要道歉啊 不然你去找律師 可惡到這個地步耶 真的是可惡到這個地步耶 所以呢任何的一個熊孩子 上面一定有一個所謂的熊家長 這種事情如果是我們台灣人看到 抱歉抱歉 撿到你們家的孩子該怎麼樣 對啊 這個才是人情義理嘛對不對 真誇張的 你也不能夠說 因為中國足球爛 然後就小朋友練足球 練到踢到小女嬰身上去 這個也不對 好最後我們來說齁 這個熊孩子超誇張 他就跑到了所謂的風景區 對不對 看到了一塊鍾乳石 這塊鍾乳石我咬他 所以他就拿著一塊磚頭 把那塊鍾乳石敲下來 太離譜了吧 敲下來之後 更離譜的是爸爸媽媽媽 爸爸媽媽說 他喜歡你就讓他敲碼 啊 罪嗎 各位這對嗎 所以他喜歡殺人家殺嗎 亂七八糟 所以亂七八糟 所以對方說說 他喜歡就好了嘛 所以現在呢 這個園區要追究這個爸爸媽媽 跟這個小孩子的一個所謂的法律責任 好我要做總結 中國其實熊孩子的一個問題 在過去五年當中一直在討論 但是我們這是全國性的節目 比較少在說 其實很多吉他的頻道 從上面通通都有 但各位去想一點喔 14億人 那現在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個問題 包括內捲的問題等等的 如果這些殺野的孩子不處理 還是一句話 性嫡 嫡嫡嫡嫡不好 中國的未來經濟不好 很多亂七八糟的現象 就會層出不窮 這裡要有多難道 可以順路